好,今天想跟大家講講關於愛情的問題 在愛情的世界裡面,在現今社會我們是越來越複雜的 很多人就說現在結婚是婚久必合,合久必婚 合久必婚的婚不是結婚的婚,合久必婚的婚是分手的婚 拍拖拍久了,很多時候都難免要分手收場 我想大家聽眾也很有共鳴和經歷,我自己本身有很深的感受 但是這個是想起傳統中國文化 傳統中國文化有一個字,我覺得是寫得很精彩的 如果你用簡體字來表達,當然很多中文是無法表達的 就是至愛的至字 至愛的至字是怎麼寫的呢? 上面是一個執字,下面是一個守字 形成了一個中國的成語,執子之手,與子皆佬 這個成語,他告訴我們是什麼呢?執子之手,其實是一個承諾 承諾之後,就會跟對方八頭到老 很多時候傳統中的婚姻都是萬分瓦架 但是萬分瓦架為什麼仍然可以八頭到老呢? 這個就是一個承諾 承諾在西方的著名心理學家佛洛姆 他用了一個很簡單的說法 去解釋了什麼叫做愛情 他說愛情是幾個字 分別是CRRK C是forClear 真正的愛是應該有關心的 關心對方,不只是想自己的感受 譬如說你跟對方看電影 你如果很喜歡看恐怖片的,你也要想想 對方喜不喜歡看恐怖片呢? 如果對方喜歡看怪獸大學,怪獸公司 你第一套想的戲,就應該是怪獸大學 怪獸公司 C for clear R for responsibility R是責任 責任是很重要的 因為很多時候愛是會周期波動的 如果你對著一個人有心跳的感覺 對幾個月,一年很厲害 如果兩三年都有心跳的感覺 那你的血壓很高 不妨要去看看醫生才行 第三個R是 respect 真正的愛是尊重的 很多時候對方不是你的附屬品 他不是你的扯線公仔 但是現代人就是往往佔有欲太強了 我愛對方,很希望對方為我做些什麼 我愛對方,希望對方去改變我 改變自己 去遷就我 但是中間是沒有這個R R respect 最後K K is knowledge 真正的愛是要知識的 正如好像湊嬰兒一樣 現在很多嬰兒育兒班 或者是幼兒班 湊小朋友也需要有知識的 所以如果真正的愛是沒有知識的話 不明白和大家相處的方法是怎樣的 這段愛是很難長久的 傳統中國文化也好 西方基督教文化也好 可能他們的愛情 是缺少了中間的浪漫和了解的 但是它最重要是什麼呢? 最重要是這個R 就是 respect 和 responsibility 所以基督教的內婚姻裡面 他們的離婚率是相對相對低的 在美國 現在今天的社會 離婚率已經超過50% 就是說 兩對夫妻裡面已經超過 有一對夫妻是會離婚的 在香港也不枉多樣 已經追上了三成是離婚率的 三對裡面有接近一對就會離婚 北京大陸更離譜 因為由於之前說過買樓 又說要給雙倍稅 那些情況 所以很多大陸人 就為了買樓而離婚 但是買著買著 最初是假離婚 最後會變成真離婚 中間是什麼呢? 中間就是沒有了 R respect 和 responsibility 真正的愛能夠長久 一定要有C、R、R、K 尤其是知識 所以愛情學 愛情通識學 在現今社會 是尤其